你以为呢 我以为要跳舞 嗯 我以为要跳舞 我以为要跳舞 差不多了吧 开始吧 你先跟我想玩一下 你跟我说 像哪个字没干啥 要不我联想不大 我反正没那么快 像这个拆字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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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看了 男男男道德玄 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枉费 舌尖 好 好 好 说这个解决定房事 今天在说这段呢 叫陈秀在巧官房 金虎西关的一个闺墓 咱这不算评书 意思是什么呢 评书啊 它讲究 有评 有论 有表 小 咱这不算评书 也不算单口相声 单口相声呢 它里有包包 咱这可以说是包包 也叫少 几乎就没包包 啊 讲一个小故事 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明朝 洪志三爷 这个地下 发生在南京 南京啊 在过去叫金陵 一山傍水 繁华所在 这个地下 出了不少的文人莫刻 啊 出了不少的秀才 文人 哎 其中就有这么一位 姓陈的秀才 这人姓陈 叫陈大元 当时有个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娶妻麻氏夫人 也是非常的贤惠 陈大元 这个人当时二十五六岁 家里边呢 给留下来护烧祖叶 啊 所以说这个手里边很宽裕 有这么两所好房子 一所呢 自己住着 还有一所闲着 闲着干嘛使呢 就供他这一些个朋友啊 就文人莫刻 在一块儿能聊个仙天 下个棋 喝个酒 哎 干这个事 这陈大元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好花钱 好花钱 手松 啊 你说 什么该花的钱 不该花的钱 在他这没有 就没有不该花的钱 在他这儿 好花钱 好交朋友 为人爽快 痛快 好交朋友 你这朋友一交多了 保不齐就什么样的都有 你这交朋友 他讲究很多 交朋友讲究这个 一跪一见交情乃县 哈哈哈哈 一死一生乃县交情吗 这有这个 脱漆现实的交情 哎 咱就不一一的解释 那 你这有朋友 你交多了呢 不 就难免 有些个鱼龙混杂 有些个酒肉 朋友居多 啊 这人好花钱 重快 誓金千如粪土 啊 有这么一大帮人 二三十人吧 天天围着他 是一说喝酒 呼拉超就都围上来了 嗯 只上桌子 弄上菜 倒上酒 这就开始了 啊 而且是瓜酒难饮 怎么办呢 嗯 就难免找些个粉头歌语啊 来这个半唱歌谷 你喝高兴了 你说走吧 再出去玩去吧 哎 就去那一个风化场所 啊 什么妓院 客台呀 啊 洗头房啊 哈哈哈哈 洗头房便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没去过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很难免上这个地方 多则十来天 少则三五日 不回家 这个时间一长了呢 她这媳妇马氏夫人 就有意见 你看啊 天下的两口子 都愿意好好过日子 谁也不愿意这样 没事的时候也劝 哎 我说夫啊夫啊 咱不能天天老这样 对不对 咱们是正经人家 书香门帝 您是念书人呢 你天天老这样 你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啊 陈大元一听的 不高兴 哎 你就知道什么呀 一个复道人家 就知道三柳 书头两天穿衣 你 我们都是干大事的人 啊 你哪知道我们 我们这个心里想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呀 燕雀燕之洪湖之质也 哈哈 就是你 一个小麻雀 哪知道我大鸵鸟的心思 哪知道 马是夫人一听的 也不高兴 是 夫啊 我知道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 一个复道人家 啊 我是知道书头穿衣 我承认 我是一个小麻雀 啊 但是你这大鸵鸟也太没料了吧 是不是 啊 天天的就知道喝酒 耍钱 完事就棉花 宿柳 十天八天就不回家 你这样能干出什么大事来 说来这人 陈大元一甩包袖走了 这算好的 不好的 好家 你这刚一张嘴 刚一说话 这吃点饭 哗把桌子给你揍住 盘子板 菜 塞一地 一甩包袖又走了 你自己归这 久而久之 老这么说 这马氏夫人也说皮了 也没法说了 你说他也不听 得了他也不说了 你就照着这么造的 我看你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也不说的 更得了他了 以前还有顾虑 现在也没顾虑了 没人管他了 更行了 好 天天是花天酒地 一只醉金秘印 咱说良心话 家里边有座金山银山 也康不是这么糟 那别的没什么见像 对不对 光指的这个吃老本 这哪行啊 简短节说吧 光阴死见日月如梭 一晃五六年功夫 可就过去了 再瞧着陈大元 囊中羞涩 没钱了 这时候再有朋友再来找他呢 呦 陈大元 走吧 咱出去喝酒去吧 我不去了 我难受 头疼 不去 你不去吧 这就推了 下回再来 陈大元走吧 咱出去玩去吧 不去 我难受 我这个肚子 啊 你不去吧 你看这人啊 都遮着 我跟你说 什么样的人都有 就有这么一种人 偏生他就不花钱 哎 您不管是跟谁出去 不管干嘛去 早晨起来吃一根油条 都接着请他 到第二天让他 自个儿花钱买一碗豆浆 他接受不了 就有这么一种人 他有这么一种人呢 啊 不管干嘛去 就得我换钱 换别人换钱不行 他接受不了 哎 这陈大元就属于这么一种人 没钱了就不愿意跟他们凑热了 一而再 再而两 三番两次老不去 这帮朋友 就看出事了 我们问 罗伯上山 前进 没墙子 敢等再凑到一块 这有的人就问 陈大元 您是不是现在 手里边不方便 一听这话 陈大元脸红 这是要面的人 现在 我跟您说 现在我是 手头有点紧了 这个 有点入不敷出了 也都倒不开了 您也知道 我不是那个人 我们前面有时候跟你一块凑热当去 还真来不了这个事 你看 陈大元 您这是怎么了 咱们是什么呀 咱们是生死的弟兄 以前出去干嘛去 都是您花钱 吃饭喝酒 玩 不都是您花钱吗 现在卢军您没钱了 我们这几个能看着不管吗 对不对 这不没钱了吗 借去 你说这有什么朋友 你出一主意 没钱来借去 陈大元一听啊 也是个范子 你听个什么呀 这人啊 他花钱花惯了 那咱们再说 那钱包里边 老是揣着五六千块钱 老人带着钱 忽然有一天 这个钱包都没钱了 你别扭 你做梦子梦是不是这个脸吧 他别扭 没钱了 也是 啊 第二个 第二个 你这几个 我扫定着 要是有这个有钱人呢 愿意往外 放这个钱 我找他借了 啊 什么时候倒过篇去呢 我得还这个 行了 陈大元 东王 我给你扫成 我给你打听这点吧 啊 不过我问他 您打算借多少 你我这倒不太二十 你说二三十两银子 我还倒不过来 最少啊 我这几百两银子 哥呗 几百两银子 这是个天文数字 这是大钱啊 过去啊 一两银子 折合咱现在的这个人民币 可能是五六百块钱 六七百块钱的样子 也就这样 几百两 也就是几十万 这是一个一听 霸了 陈大元 有魄力 有气魄 听听 哎 一借钱 人家就跑几百两银子 跑呀 他越嫁了他 他是越早到北了就 行 留了点心吧 啊 说这天啊 陈大元 正在这个前厅喝茶呢 喝着茶 这跟几个风是风 喝着火就跑来了 陈大元 给您道喜 哎呦 兄弟 我都这儿了 都还给我道什么喜 您说的事有着落吧 哦 有愿意往来放钱呢 有 我问着有这么一位 在咱们南京城啊 有一位这个 灰州来的富商 这人姓贝 叫什么呢 好不好扫清半天 人家自己不爱叫 别人也不敢叫 叫什么呢 叫不活 叫被不活 都跟他叫被了一些 在南京城啊 开了不少的买卖铺 开了好几家荡铺 钱庄都有 人家愿意往外放这个钱 那好吧 您看这根几个 给我们 这个 撮喝一下喽 得嘞 这根几个 说实话来到这个 外部佛这儿 到了未来夜这儿 未来夜 您忙着呢 您知道咱们这个 南京城 有一位秀才 姓陈 叫陈大元 您知道吗 我知道 有这么一位 这人就说是 痛痛快快 这人不错呀 啊 现如今啊 他已经这个 手里边可能是倒不开票了 啊 手头有点紧 想跟您啊 借点钱 您 您 愿意借吗 陈大元 嗯 我愿意借 也就是他 换第二个人 我不放心 啊 这哥几个已经挺高兴的 回来跟陈大元一说 佗 人家愿意借给你 找一个日子 这哥几个带着这陈大元 就来到这个 魏大爷他们家 两边一介绍 分着个宾主落了座 啊 您就是南京城的陈秀才 啊 为这人 您就别客气了 您就叫我陈大元 啊 怎么着 听说最近手头 有点紧啊 啊 这不嘛 这个 生意上 就是倒不开了 啊 这个 流动资金有点困 想给您借点钱 别瞎话呗 对不对 还有什么买卖 啊 您打算借多少 我打算给您借文银三百两银 好说 三百两银的 不算多 啊 我们往外放这个钱啊 无非是贪图点 迎头小利 这什么意思都告诉你了 我得要点利钱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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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两银子 您借多长时间 啊 我导片 这样 三年为期限怎么样 借您三年 哦 三年 这样吧 三百两银子 三年为期限 到三年头上 连本带立 你还我六百两 行不行 说两个银子 确实有点高 但是陈大元没办法 浑着船子 浑着这个脑子 浑了已经 行 一口就硬下来了 别说六百两银子 在过去 一千六百两 一千六百两 在陈大元这儿都不叫钱 他就没看上这个数 这六百两 可你想那是过去啊 现在不一样 你已经飞霍完了 行 硬下来了 咱这样 口说无凭 立字为句 你光说不行 你得给我立个字句 这儿 这个手里的人 拿过这个笔墨传言 拿过来以后 陈大元 刷刷点点 跟人立好的字句 签字画鸭 人家把这个字句收起来 他身后的 把这银子就拿出来 我桌子上一放 往前一推 陈大元 您过过数吧 你上乘腰腰吧 这儿上乘一腰 分毫不差 这儿拿着钱走了 人家把这个字句收回来 喝 陈大元又行了 又活了 如鱼落水啊 这帮朋友 有 有 都来了 都围上来了 行 有钱了 咱们一块儿了吧 一块儿花吧 好 天天这帮人围着 陈大爷长 陈大爷短 陈大爷脸上有块玄 天天也恭维着他 花了 花钱如流水一般 看 这个日子过得可快 三年的工夫 一眨眼可就过去了 三年的工夫过去了 再敲陈大元呢 这三百两银子 刮的空空如也 没墙 又花光了 人为的也打开帐本一瞧 然后 到日子了 打发售别人 去 找陈大元要帐子 你看通过这个要帐啊 咱再说了 说几句说题外话 通过要帐 能反映出这个一个地上的风土人情来 这个人性的特色 特点 都能反映出来 就拿北京来说吧 北京人 尤其是明朝以后 到了满清 啊 清朝 这个狼野费乐居多 这个狼野费乐居多 除了多少大少爷 替龙架鸟啊 天天泡茶碗 北京人 北京人有一个共同性 什么共同性啊 也是好花钱 首松 北京人要账去 把这个钱要过来之后 随着一路就都花了 回来 还得鼓三轮回来 坐着三轮 到家门口 一下车 叫他妈 妈出来接车去 连车钱都没了 这是北京人 到天津 海河岸边的人 人都冲 天津人都冲 酒喝下少天津味 三道福桥两道关 有经上的义 讲义行 天津人 天津人要账去 到那儿 没等见门呢 就听这院里边 复生离殿 这个砸开门一瞧 里边出了一小姨佛 哎呀 大爷呀 我知道啊 欠您了钱呢 一直还不了 姐姑妈 昨天晚上嘛 孩子他爹呀 吃他饭还好好的呢 吃饮饭就叶死了 姐姑妈 我们那儿俩早晨饭还没吃呢 求您呀 搞他鬼手吧 饶了我们吧 这一听 怎么着 还没吃饭呢 过不去的这日子 那就是 这套饭两千块钱 拿着花去 赴 嘿嘿 你说这个意思 天津人秤 还得山东人 山东人好 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对 山东人也秤 啊 山东人这大掌柜子要上去 拿着大掌柜子 拿着大掌柜子 去了 啪啊啪一扎门 哎小掌柜子你干什么 要连不要连呀 有钱就有钱还个 你出来 小掌柜你出来 里边得听见了 要让他来了 这孩子打过出去了 别你这样 你说去 你跟他说 你说我啊 我去这个 听戏去了 啊 去 孩子出来了 哎呦 二大爷 那爸爸不在家啊 那爸爸 听戏去了 哼 哎呦 他又欠挺戏去 要连不要连来 又欠挺戏 又欠发账啊 回来爸爸 给你妈妈还 别让他挺戏了 让他挺活吧 这走了 第二天又去了 啪啪一扎门 哼 想照着在家里吧 你出来 要连不要连连 有钱去 我欠还啊 你出来 里边有听见 这孩子又打过去 你这样 你跟他说 你就说我呀 看见眼神进了 啊 这孩子出了 跟他一说 二大爷啊 那爸爸看电影起来 哼 看电影起来 哦 有钱看电影 莫钱花账了 回来给你妈妈说 别让他看电影呢 让他看过报 这又走了 第三天又来了 啊 啪啪一扎门 行张家出来 还是那套词啊 让这一听 这孩子又打过去 这孩子又打过去 你这样 你你你跟他说呀 我踢球去嘛 啊 对吧 孩子说他说 哎 二大爷啊 那爸爸我踢球去了 哼 要连不要连 有钱 提出木架花账了 回来给你帮个水 别让他提出去了 提我 让他提出去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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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指不敢再说了 再说就敢提我了 说啊 这事山东人 嗯 啊 太冲 哪的人细致 山西人 山西人细致 过去 但有这么一种人 跟这个山西人 开玩笑 跟这老姓 啊 进商啊 不得了啊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 那好像了不得呢 跟这山西人开玩笑 跟山西上贵的借两块钱 借两块钱以后 过一段时间在大街上碰见 山西人 那好大胸胸 那见着那个钱 你收费该还这个 来 看我这 老山贵的 我呀 最近 就忙了一下 我忘了 我说欠您两块钱还是四块钱 我忘了 不着急 你想拿着画这帮 是四块钱 是怎么讲啊 回去 把那个账字改成一四块 过了一段时间又瞧瞧了 那咋咋说呢 你刚接着那个钱 你什么时候画给我 哎哟 老爷 您看我这个 我是借您八块钱 还是借您几块钱 我这个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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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二十二十块钱 不着急 您什么时候有钱 什么时候花给你去 我去把账单 改成一二十 过了一段时间又瞧瞧了 那是他兄弟 你忘了钱 你什么时候花给你呢 我忘了 我这钱你五十还是一百 你别抓孙子 九千万两块钱 你赶紧给我 全想起来了 所以说通过这个药杖 能够发现一个地面的风土 人情 人性的特性 都能看得出来 这魏的爷这人不错 可以说是拿钱不当钱 当命 跟人说啊 这个日子分毫不差 打发收敌人 去找陈大人员那个要账去了 这收敌人来了 怕怕他一扎门 陈大爷打个门一瞧 一看见人闽门 钱一段时间把跟人钱这事给忘了 一拿着钱当自己的钱画的 你看坏了 要不让来了 跟人最近手头非常紧张 倒不开 能触入我两边吗 手底的人一听也做不了鲁 你这样子 我回去给您办 看能不能给您通通通通 手底的人回来 跟那个 为了爷爷一说 大爷爷 几天 几天行 但是咱们这个利益签怎么算 对不对 那签了有个字句 一天有一天的利益签 这个利益签怎么算 去 找他接着要 收敌人又来了 找陈大爷 真的也这样子 学经了 给你来个不见面 没见着 收敌人回去 一回一顶 说没见着人 没见着人 第二天还去 三番两次都没见着 这美国是正经 你不是不见面吗 行 大大手底的人 好几十人 和着南京城 找 我找不着你吗 我找你 什么亲戚家 朋友家 到处都找 明知了你不在 也去 回头跟贼大爷说一声 欠过我们钱 他要脸不要脸了 这话 可能比我说的还要难听 他就为了败坏你 没几天 整个南京城 就都知道这事 这天 陈大元正在屋里睡觉 正躺着呢 就听了个前门后门 院墙外墙 好几十人一块喊 陈大元还钱 别不要脸 还钱 好呀 给陈大元气 有气 是有下 有愧疚 你这人会说 怕见的是怪 难见的是债 妖魔鬼怪 都害怕看 难见的是债 你知道吗 你见到那儿怎么说 对不对 有钱还 还好 你要没钱 你说点 第二天早上起来 天刚蒙能量 真的要穿好衣服 刷烟洗脸 竖口 出门 找他这几宫 我去 找为他爷说去 我十等没钱 我过携着一所房住 我这房子我抵给他 这所房子 连债再置办东西 一共花了是一千二三百两银子 这就折合一千二百两 顶他六百两 让他再给我六百两银子 房子归他了 好吧 这哥几个 来到为了爷这 听为了爷一说 怎么来怎么去的 这个事 这为了爷的脑袋 摇得跟波隆鼓似的 不二 不行 我不缺房住 对不对 你是等着钱还账 要行 就六百两银子 两清 这借条并私了 这房子算我的 说良心话 这为了爷 早就看上这座房子了 房子前后院 雅山金鱼池 抄手的游廊 非常格局 早就盯上这房子了 好 这哥几个 回来跟那个陈大元一说 说人家不干 要行呢 就是六百两银子 你这个房 人一分钱不掏 陈大元一听直作压话子 一边就再说一遍 对 我让步 我让一步 我别一千二代价了 一千两 这房子折合一千两 给我四百两银子就行 好吧 这哥几个一看 陈长三管这个事呢 管就管到底吧 二凡回头 来到这个位的爷这 说他便 他做出让步了 四百两 再给他四百两现银 这房子贵你了 行不行 是为了爷 这真是带着蛤蟆钻出尿来 不行 分文不拿 分文不掏 我一回去跟这陈大元有一说 陈大元是真没招 你知道吗 我摇摇摇摇 这和八百两 再够二百两现银就行 这个一个 也触头了 也不敢再去 人家那时候 那时候已经说死了不行了 硬着头皮又回来了 跟美的爷一说 他说折合八百两就行 给他二百两现银 这个账就算两清了 行不行 为了爷一说不行 还对点 跟你说啊 今天这个事就得给我定下来 要么给我发 要么给我钱 越逼越紧 嗯 这回来跟这个谁 跟这个陈大元一说 陈大元没办法了 行吧 一咬牙一跺脚 实在没招了 没办法了 房给人家吧 这带着陈大元 这个底子 来到魏谷和他们家 给人家这个房契 给人拿出来 给人立好了字句 把借条拿过来撕落 这房子就归了这魏谷活了 归了这魏的爷了 给了他以后 好 这魏的爷高兴 值了 多值 实际底子是六百两的这个债 其实呢 谢林他只花了三百两 啊 值 派人打扫 规制 往里搬东西 日本东西摆 啊 往里搬 他是高兴 咱再提这个陈大元 心里多难受 多过心 一个人坐在屋里边是闷闷不乐 就想 这边你要干的这点事 嗯 正在这琢磨着呢 一挑连龙 自己的媳妇马是夫人进来的 看着她在这不说话 夫啊 这事已经贪上了 您啊 别太往心里去 陈大元一回头 看见自己的夫人 眼泪哗哗 掉了 谢谢 我对不起 往常啊 你劝我 我不听 今天我知道 我知道我错了 我对不起 啊 夫 我劝你 你不听 今天 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嗯 立志不教未有 存心当抱有恩人 你是念书人 有什么道理 你逼我不懂 这话还用我说吗 还用我教给你吗 怎么做 平常你花天酒地的 我就知道早晚就有那么一天 七眼泪别说了 我知道错了 咳咳咳咳 您知道错了 也行 假如说 我把这钱给你拿出来 这房子我能给你要回来 以后 你表个态度 以后你怎么办 行 别宽我行 咱也要回来 拿什么要 这些崩管 我能给你要回来 你怎么办 要是能要回来 以后什么事我都听你的 好 阿志不然一回事 打来到柜门里边 拿出一个小匣子 怎么宽 这么高 一个小匣子 拿出来以后 我有一把钥匙 上来有把小锁 小匣子往前一推 钥匙递过去 您打开它 这哪边都傻子 过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有这种 哪来的一匣子 打开桥去不 打开锁 打开桥子一瞧 现银 所有一千多两 有银票 当然人家说这个 都是银子 它装不下 这这小钱 啊 所以一千多两 七 它哪来这么多钱 哎 不要提 这个 有你们平时给我的钱 也有我的这个零化钱 还有我娘家给我的贴几钱 都有 这十多年我就知道 得有这么一天 万一咱真没辙了咱上哪儿啊 跟谁要去 所以我自己留点私房钱 你拿出六百两银子来 给这个老婆把房子要回来 剩下的钱 剩下的钱咱好好过日子 行呗 第二天早晨 这个陈大元把他这个 几个朋友都叫过来 说你们去找了一个贴的业 钱我给他 把房子再退给我 啊 陈大爷 哪来这钱 这就是中管 这个事你给我说去 说成了 以后咱们是朋友 说不成 以后咱们谁也别跟谁见面了 行呗去吧 行呗去吧 来这跟那个 卫的爷爷一说 问这爷爷一听怎么着 这又反悔了 还要 那要可是要 但是六百两我不给 因为什么呀 我搬进来之后 我得跪着 我得打扫 我制搬东西 啊 这金鱼池 我淘的又换的水 制搬家具 都得花钱 又花了三四百两银子 这样吧 让他给我拿四百两银子来 啊 也就说是 连本带的一共是一千两 这房子给我给他 这个几个回来跟陈寨员一说 陈寨员都疯 这不合价吗 这不是 哪啊 就一千两银子 这几天的工作 我制搬什么东西 裹个桥下去吧 带这个几个 就来这套房子 前一边后一边 前一边后一边 洞气压房东西配房 一瞧一看 这板什么东西啊 说两句话就是打扫了打扫 这有一间那个楼梯啊折了 陈寨员一直想换没换 他打扫了 他打个棍给绑上了 有多要是三四百两银子 那一看老了 这样 到家以后跟那边几个说 这我别跟这个魏伯伯 挣点风土 你说几个拿着钱去 拿着六百两银子 你去 到那把钱给他撂下 把房子给要回来 要回来咱是朋友 要回来 跟你说以后咱们谁也会见谁 他一看 陈寨员是疯了 行 吗 这几个来了以后 跟魏伯爷一说 说这个房子 跟魏伯爷是铁了心了 非得要回去 钱多让我给 我们这几个都给你带来了 又把两银子给你带来了 这魏伯爷一看 行 钱我收去 我给你写这个收据 写一收据 把这个收据给这个几个人 你走 这个几个拿着这个收据给你回来了 回来以后跟陈兰元一说 陈兰元 钱留下了 留下了 什么时候腾房 干 什么时候腾房人家没说 你这玩意儿怎么呢 哎哟 这可以 你这样 回去 下次马上就回去 跟陈兰元一说 多的腾房 回来跟陈兰元一说你多的腾房 腾什么房 不是 钱给你了 六百两银子 是 给我这是还我的钱 还我的钱 你这个房子我制造东西的钱没给我呢 耍无赖吗这会儿 回来跟陈兰元一说 这个事儿 来回的拉出去 来回的拉扎鱼 这个事儿就僵持下来了 僵持得有一个多月 就说这一天 陈兰元吃完了晚饭以后 心里烦闷 心里烦闷 心里郁闷 出去溜溜溜 出去溜溜溜溜溜溜溜 顺着这个秦淮河的这个岸边 恐怕 往前溜溜溜溜溜溜 就想这些年发生的一目一目 就跟我电影那样事儿 越想它 这些年 我都干了些神焖 看着这秦淮河的河水 心里面不是姿务 信马油缸 往前顺着河边往前走 这个天可是越来越黑了 正走着呢 猛然间陈大爷一抬头 瞧见这个秦淮河在岸边上 这个水面跟这个岸边之间 有东西 陈大爷顶了顶神 手打凉棚顶尖关桥 这一看下一跳 什么呀 秦淮河的岸边飘着一群男尸